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小丹居酒屋 我是小丹 專家要在後製才會出現 今天要做的是 今天是我們調酒系列的第二集 非常值得紀念的是 目前為止本頻道還是一個小波拉雞的頻道 但是已經成功的獲得第一個警告了 從現在開始我們將會全程使用酒標 是不是看起來格外的專業咧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稍後請麻煩幫我在影片下面按個讚 同時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練某一種調酒很好奇也充滿期待 也麻煩在下面留言給我 下次讓我做做看為你特製的調酒 我也會介紹越來越多輕鬆簡單 在家裡就可以做的調酒 讓你每天都能夠有放鬆的好心情 讓我們一起來養成一個酗酒的好習慣 先要介紹今天的主角 最常拿來做調酒的威士忌 就是它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MAKERSMARK MAKERS 以後出這種兒童款的唷 它是美國Tentucky州的名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光瓶子就好漂亮 而且它每一瓶上面都有手工的瘋辣 是不是很費工 真的是做得很美啊 MAKERSMARK 它是Bourbon西林的天王款 MAKERS它標榜它使用了16%的軟冬紅小麥 它風味很圓潤 它的烈酒的感覺沒有那麼重 如果你也想要開始品嘗烈酒的話 MAKERS也是一個很好的入門 它會帶給你一個細緻優雅又圓潤滑順的感覺 今天第一款調酒呢 我們完全不需要搖 它的名稱就是經典 Old Fashioned 在Old Fashioned裡面 它主要就是Bourbon 然後再搭配其它一點點的佐料 整個加起來風味 就非常的有層次 而且很有深度 在酒吧裡面喝一杯Old Fashioned 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給掰啊 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喔 所以Old Fashioned 我們要使用這種Rock Gloss 這一款它真的是要喝出Bourbon 它的風味 所以呢我們杯子不用冰 那首先 你需要的是 這個 Beater's Angostra Beater's 它把一個雞酒 然後裡面加上一大堆草藥 然後慢慢的煉製而成 所以Beater's它是一個非常濃烈的酒 基本上沒有人會直接喝這個東西 Beater's在美國在各大超市都可以買 而且不用看ID 在台灣也可以找到很多酒商 會帶你Beater's 它這個就上面做的就像醬油露一樣 所以你也不會倒很多 那我們在Old Fashioned裡面 我們的Beater's就要倒兩個dash 大概就是兩個滴的量 來 它的味道很強烈 有沒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加入一湯匙的糖 正統的做法是直接加砂糖 正統的做法是直接加砂糖 然後再加一碗水去攪拌 但是我個人不喜歡 因為它你在加水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抓到那個水的量 所以我個人都是先做好糖水 這個我們稱為SIMPLE SYRUP 它的做法很簡單 它就是把砂糖跟水 等體雞 全部倒到鍋子裡面 然後煮滾 然後全部溶解 然後再放涼 這樣就好了 用一個湯匙的糖水 接下來呢 Old Fashioned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橘子皮 切忌 橘子皮不可以用剝的 你一定要用這種 平常我們削蘋果的爆刀 所以來 稍微扭轉一下 我們先把杯子的口 大概用橘子油擦一下 好 那MAKERS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兩盎司 那基本上它就是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這時候呢 我們加入一點冰塊 好 我們攪拌一下 讓我們的糖漿 跟剛剛的BITTERS 通通跟BURBON均勻的混合 那最後擺上柳橙皮 當上裝飾 就是 那這一杯Old Fashioned就完成了 好圓潤的感覺 橘子皮呢 一定是要用削的 不可以用剝的 你如果橘子皮是用剝的 那你就把整個橘子皮 很厚厚的這樣剝下來 然後上面還有帶著橘子的纖維 然後到時候再拿來當裝飾的時候 看起來就像是 你把廚餘放在酒上面 對不起 通常是沒有要喝光的 就是不知不覺就喝掉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人類史上的 第二款經典威士忌調酒 就是Manhattan 這個杯子拿出來 就知道我們要幹什麼啦 好 那在製作的同時呢 我們先冰杯子 也是有人Manhattan會喝蝦冰塊的 那我比較喜歡Martini的形式 基本上要做Manhattan成分呢 跟剛剛幾乎都一樣 那我們要介紹的是 Vermove 可愛酒 可愛酒有兩種 一種叫做Dry 一種叫做Sweet 做Manhattan你要使用的可愛酒 是Sweet 搖搖被拿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沒有要搖 先裝好冰塊 一個part的Sweet Vermove 兩個part The Maker's Bourbon Beater's也是跟剛剛一樣 兩個dash 那麼Manhattan呢 我們其實不用搖 也是一樣 我們就充分的攪拌 什麼是要用搖 什麼時候不要搖呢 是水果系列的 例如像是我們一起製造過的Cosmo 那種就是用搖 那比較是單一成分幾久 那我們就是攪拌就好 那其實這樣就做完咧 是不是很簡單咧 Manhattan的裝飾是 半桶櫻桃 好啦 這個就是人類時尚的Wixey 調酒第二名的景點 Manhattan Cheers 好香喔 真的 苦愛酒 可以把Bourbon的味道 弄得更成熟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 就是sophisticated的 人會喝的飲料 好 那今天的Wixey 調酒系列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調酒系列 請麻煩在下面幫我們按個讚喔 也歡迎您來點一杯 你很好奇 想要更加認識的調酒喔 今天在小單聚者谷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cies